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7月21日 第四卷第五章8至19节 引用经文使徒行传20章28节 哥林多后书2章17节 修士与圣职人员的疏忽与懒惰 腐败与贪心 辨别教母任职是否合乎圣经 首先看他们是如何被选立 第二要看他们是否尽忠履行教母职份 天主教会中所制造出的所谓祭司 有些是修士 另一些被他们称为任职者 早期教会在教会中没有修士任职 因为修士是离群所居在修道院中 不在教会中适奉 若有修士被暗立在教会任职 他就不再做修士 到了贵格力第六世纪所处极端败坏时代 他也不容许修士兼职在教会 因无人能同时做修士和教母 这两种职份是互相阻碍的 然而中世纪天主教却将这两职份混合 他们说修道院长可以继续住在修道院 而同时接受祭司教母的尊荣和权柄 在修道院中生活的人 怎能牧养教会子民呢 既然圣经普遍教导 牧师长老的责任是管理自己所在的教会 而他们却将自己的责任假守于人 彻底更改神所定规圣职范围 不是大胆妄为吗 至于在职的祭司 有些领取所谓的圣奉来支持他们的生活 另有些则被雇佣来执行弥撒或念经 来赚取收入为生 有职位者花钱雇佣代打的祭司 支付圣勇人员 以及其他尚未被案例者来代理圣公 那些为了赚钱而做圣公的人 能要求他们有好的见证吗 他们贪婪堕落到这地步 使教会受羞辱 简言之 这些故宫不可能忠心履行 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 有些职位的祭司 失位素餐 懒惰败坏 用故宫代理 这是邪恶的制度 天主教又捏造一些 与教母职份无关的职称与头衔 与圣经所说的相去甚远 监督和教区的祭司空占职位 从来不探望所托付他们的群羊 如何尽牧师之职呢 贵格力当时已经看见此歪风渗入教会 而公开反对之 到了二十世纪的圣伯纳时 因情况更糟而严厉指责此败坏 教皇专制使得教会祭司制度成为贼窝 天主教当局却仍宣称他们是继承使徒 其实与使徒毫不相干 他们说 教皇专制是由早期教父的支持 其实是完全脱离早期教会的治理 天主教的神父生活败坏 这样的人在早期教会时早就被开除了 执事应该是收集奉献救济穷人 天主教却分派他们乡礼圣坛事工 使得执事职份变成了进入祭司职位的踏板 执事失职 监督和教母人员抢夺了原本应分给穷人的款项 用以肥己 教皇党徒却编造美丽的谎言 说教皇复利与祭司享受荣华富贵 就彰显教会的荣耀 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夸口说 这是旧约预言主基督国度的荣耀 在他们身上应验了 这是愚昧至极的成功神学 其实是将主基督属灵国度的荣耀 贬低为属肉体属士的物质享受 在第一世纪使徒时代 主基督国度大大彰显其荣耀 而使徒与许多信徒都是贫穷的 真正的高贵富足在于顺服主 早期教会时期 君王都悔改顺服主 监督与教母过贫穷生活是荣耀的 中世纪的教皇与监督 却享受荣华富贵远离真实的境迁 他们盗用教会资源 荒废了救济穷人的词汇事工 而这些是圣经所吩咐于早期教会所见证的 他们奢侈浪费 却让穷人饥饿死亡 追求外在教堂与器具华丽 却不牧养照顾会众 是活的圣殿 假若那些宁可变卖教堂精气 抢救穷人的监督从死里复活 他们看见中世纪教会如此乱来 他们会如何说 总之 中世纪的主教是如此享受 修道院院长如此富有 俸禄是如此众多 且丰厚能满足祭司们贪得无厌 他们以迷信仪式繁文汝节来迷惑百姓 将原本应分给穷人的奉献来修筑教堂 树立雕像添构精气制作弥撒祭袍 每日的救济款项消失无踪 天主教的监督与修道院长是如此不忠的敛财 要想从他们中间看到 根据圣经的教会治理 等于是原木求鱼 他们的生活应该是节约朴实 节制自首 谦卑温柔 作为信徒的表率榜样 然而他们竟然要追求 与君王贵族同等的属世享受 穿美衣 吃美食 居华宫 好业乐 这样对吗 耶罗米劝戒说 监督的荣耀在于供给穷人 所有祭祀的羞辱 是追求自己的财富 在教皇专制的天主教会 由于普遍的腐败贪心 根据圣经的教会治理制度 已经荡然无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